歡迎收看爆米花電影院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佩儀 今天我們的電影TALK TALK的主題呢 非常的療癒 這麼有溫度的主題 一定要請到 我在電影圈上這個最好的BFF 歡迎我們的虛關傑跟Golden 耶 哈囉 對 但是呢 他們今天還不算是最猛的 雖然他們穿得非常的可愛 但是今天我們有個重量級的嘉賓 而這重量級的嘉賓 來頭非常的大 不分年紀 不分老幼 都會看到他非常的療癒 先看我們的大獨家VCR 很熱情的掌聲 歡迎我的新偶像海綿寶寶 現在他的名字應該不叫海綿寶寶了 叫海綿大雞雞 大雞雞啊 大雞雞 他接下來有一部電影是 海綿寶寶3D 海陸大初級 所以他今天我跟你講不得了 因為呢 他本人就是 海綿寶寶 他今天有個專屬的化妝間 我們三個擠在一個小小的空間 可是他卻有一個獨家的VIP 海綿寶寶 你被勾到哪裡啊 被勾到腿 海綿寶寶不能跟你帶 可以跟你握個手嗎 歡迎你來上爆米花啊 好可愛 他最近很忙耶 是需要非常大的力氣的 你好 這次是來宣傳你的新電影是嗎 海綿寶寶因為是我們呢 所有爆米花的粉絲票選 算是最療癒系的動畫人物的 你知道你的第幾名嗎 答對了 對 哥哥你來第五名 答對了 因為手比這樣子 對 對啊 因為他也只能比五 那你想不想得第一名 想 那第一怎麼比 頂鼻子 頂鼻子 海綿寶寶新版超可愛的耶 2004年 2004年 對 好久以前喔 而且他配音的人是 Tom Kenney 他是一個就是海綿寶寶的配音員 然後身價1600萬美金 配音費很高 1600萬美金約莫是五億 五億多台幣 多台幣 因為他其實包括台灣配海綿寶寶的聲音 找那個聲音的音 聲音的特質 都跟Tom Kenney是很像 而且我還特別去分析 各國配海綿寶寶的聲音 就是都跟他很像 他們有刻意去找那個 聲音可以假裝出來的那個 發音聲的接近 大概是怎麼樣的 光局來試一下 這種聲音啊 很好Cue耶 小巴很好Cue 小巴 我 章魚哥在哪裡耶 好像耶 不錯耶 海綿寶寶你還滿意嗎 我們台灣的配音員 要吃每位鮮漢堡 他被上癮了 收回來 收回來 玉霸不能 對 但是海綿寶寶這次來的 可不是空手來的 他帶來了非常多 要送給觀眾朋友的東西 包含了 大家現在看是什麼 眼罩嗎 沒錯 洗碗的嘛 欸 清潔的 你真的是一個心好難人耶 是耶 但是還有一個 這個也非常的Cue 這個是 香皂嗎 不是 它是冰棒 欸 它就是一個製冰盒 然後可以 它就是附這個 海綿寶寶的 鳳梨風格 好棒 因為它住在打鳳梨裡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要送給觀眾 如果想知道怎麼獲得呢 上我們爆米花的臉書 專頁就可以了 那 海綿寶寶謝謝你來 因為它等一下還有通告要趕 謝謝你喔 海綿寶寶 謝謝 恭喜你得到我們第五名 海綿寶寶